台北新北疫苗变鬼城 两万人离奇失踪 这是假讯息 还有教育部网站张贴居家 线上学习到6月18号 这也是假讯息 疫情延烧各种假讯息 也在网路蔓延 警政署通令全国严查 并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建立窗口及时澄清 以免造成民众恐慌 那本局追查该推特发文账号 已经遭到下架 但发现先前留言多已 撒逼台湾 死了20万人等简体用语 且图片取材其他国家疫情内容 或刻意张冠礼贷 假借虚假图片来误导视听 研判为有心人士 刻意利用社群媒体工具 来进行不实夸张讯息散布 那企图打击我国的防疫事迹 建于目前疫情严峻 警察机关在确认假讯息后 会协助及时澄清说明 第一时间提供给民众正确的讯息 呼吁民众团结一致 共同抵抗肺炎疫情 切勿杜撰不死的讯息 如果接获来源不明或 未经证实的疫情失讯时 应先查证 即使是出于善意的部分 也可能有涉及散播假讯息的行为 请民众千万要小心谨慎 以免出房 警政署表示若民众任意散播 转传来源不明或未经证实 之疫情资讯 将处于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病科 新台币300万元以下罚金 呼吁民众切勿以申释法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